作为食肉一族 牛排是无法忽略的存在 关于牛排 你应该知道这些事情 日本神户牛 意大利奎宁牛 澳大利亚安格斯牛 和法国的夏罗莱牛 被公认为全球四大顶级肉牛 当然 各个国家的肉牛都有独特的风味 要看食客的个人口味来评判 牛排的口感与牛肉的选举部位有直接关系 不同国家对于牛肉部位的分类均有不同 但大体方向一致 非力是牛排中最顶级的部位 选用牛后腰部分的鲤脊肉 形状头大为小 脂肪含量上 肉质鲜嫩 以三至五成熟为家 西冷牛排 主要选用牛上腰部的脊肉 别称沙朗牛排 是美国人的最爱 西冷牛排弹性较好 肉质偏硬又嚼劲 成熟度 依个人口味选择即可 提骨牛排 指牛的上腰部 是由脊肉 脊骨 和里脊肉构成的大块牛排 全球范围内 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三分熟提骨牛排 最富盛名 煎河烤 是世界通行的牛排做法 也有一些餐厅 为了保证肉质的鲜嫩 选择以低温慢煮的方法进行制作 此外 不同国家和地区 都有自己特色的牛排酱汁 这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食客对牛排的选择 总而言之 牛排的品质 厨师对火候的把控 酱汁的口味 是一道牛排的决定性因素 食肉异族们 快准备好你们的胃 迎接我们的牛排粥吧 高红腿 老人身的灵物 お期待 是 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